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玉,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在大华语地区说起越南的男女关系 相信不少人会联想到越南新娘或暗黑行程 这些没那么光彩的名词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各国拼命复兴经济的时候 这国家曾经历惨烈的内战 民主盟友与共产阵营在这片土地展开激烈厮杀 最终结果我们都知道 打了近20年的越南战争 伤害的不只是人民 更重创这国家的经济 严重拖慢国家发展脚步 而这也导致在上世纪尾声 其他亚洲强国经济起飞后 与越南产生明显的收入落差 特别是消费水准的距离 促成了两性对价交易的趋势 不管是外籍新娘还是性产业的入境消费 都成了越南难以甩脱的标签 虽然当前越南性观光产业仍旧兴盛 但不少老司机可能都有感觉 当地的消费水准正水涨传高 连带反映的就是CP值的下降 与此同时 当地民风也正经历剧烈的转变 越南拥有独立思维的年轻女性日益增加 不仅挑战传统男尊女卑的风气 随着经济独立女性大增 社会上也出现租男友的风潮 背景是社会风气与人民思维的巨大转变 本信片就要从这两点说起 聊聊越南租女友与租男友的现象 前者跟老司机比较有关联 而后者则代表整个国家民族的风气改变 在越南 租女友跟租男友这种风气都相当盛行 乍看之下 只是名称的性别对调 但实际上 这两者背后存在截然不同的意涵 租女友作为暗黑形成的热门环节 正式名称是所谓的日租情人 众所周知 越南是许多老司机的圆梦之地 不管是在湖志明市 县港河内 还是唯一免签的富国岛 都标榜着一切欲望皆可满足 由于该国成人产业市场 主要面向男性消费者推出服务 也因此 越南始终被相关业者标榜为男性天堂 要称得上天堂 背后的前台词 就是一切想象皆可满足 当地各种服务选项应有尽有 从最基本的系统理容 全套按摩 越是桑拿 越是KTV 咖啡厅 到类似台湾的酒店消费 而在常规的消费之外 还有一种更加灵活的消费方式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日租情人 只要出得起价钱 在约定好的时间内 这名女子就会化身成一日情人 实现全天候的陪伴 放眼世界各地 都能找到日租情人的服务 而越南最大的差别 在于价钱与服务品质 越南的日租情人 有称作女私人导游 这里以极高性价比组成 不少老司机形容 当地日租女友的服务 根本就是热恋中的一国情侣 无可挑剔的亲切互动感 搭配上相对平价的收费 贵在真实的体验性质 让不少人都钟爱辞到 秉持清新客观的频道风气 这里我们不多带内容 以下我们要来讨论的 是越南租男友的现象 在越南 租男友是个互增价时的社会议题 背后凸显的是整体经济发展 以及男女角色的转变 根据越南本地新闻报道 越南租赁情人的情况日益普遍 特别是在春节返乡期间 这类行业的生意就越好 当地网络现已存在不少租赁平台 而在过去一长段时间 女租男的消费倾向更是非常明显 镜头转到越南首都河内 一位化名黄世草的31岁女性 她任职于一个科技制造公司 担任小主管的工作已有5年时间 而在去年农历春节 小草在返回老家过节前 第一次打开社交平台上的租赁情人群组 在那里 她花了折合台币几千块的价格 租了一位与她年纪相仿的男友 并跟着她一起回老家 合力演出这场戏 回到老家 小草的父母连忙出来迎接小梁口 梁老早在过年之前 就听女儿谈过她这个男友 小梁后解释 由于男方忙着拼事业 小草也没闲着 因此虽然感情稳定 但一直要到春节初二 才有空回家见见女方家长 看上去一表人才 这个男友做起家务事也不糊涂 在过年期间 小草帮着妈妈准备饭菜 男友也顺手接过碗盘清洗 大家热热闹闹聚餐团圆 亲戚邻居串门时 男方也热络地跟大家聊天 几天过去 村里相亲都称赞小草 找了个好男友 他父母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而除了两人之外 没人知道 初五两人一起离开村口以后 自此迎获两气各奔东西 这段感情过去从不存在 自然也不会有未来 类似案例 正在越南各地上演 许多经济独立的年轻女性 乐意花上一笔钱 甚至花上一段时间跟男演员排练 目的就是瞒过父母 以及整个家族的避婚压力 不少尝试过租赁情人的越南女性 事后都称赞 这笔钱花得值得 有人表示 在这之前的几年 随着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 家里的避婚压力日益攀升 本人跟父母之间更出现激烈的矛盾 每次回家贪玩饿老时 家中的气氛总是十分紧张 吵到不可开交时 父亲甚至一度落下狠话 如果下次不带男友回家 就别再回来 也正在这时 他们在社交圈中 注意到租赁情人的话题 最初姐妹们只把这当成名音 大家笑闹一番就完事了 但之后思来想去 大胆一点的女性 就真的付诸实心 而结果令他们十分惊讶 父母见着她带男友回家 无一不是乐得开怀 而这些租赁男友也十分惊讶 人情世故该来的绝对不少 这让他们意识到 花一次钱大幅改善家庭关系 少了来自长辈的层层压力 让他们能在事业上全力拼搏 少了后顾之忧 与情绪上的无畏内耗 这笔钱花的物超所值 以上案例在早几年的越南 或许还只是段子般的存在 但如今却化为社会中的现实 甚至俨然形成趋势 这背后存在的现实 是该国年轻女性的崛起 当前的越南年轻世代 表现出许多先进社会的特征 像是初婚年龄持续攀升 伴随的计划性晚婚等议题 以及少对象不易 背后的单身比率激增 相对之下 越南老一辈人群的观念 还相当传统 不仅时常在子女结婚的议题上 表现出强大的执念与干预 对LGBT的接受度 也远不如其他先进国家 面对世代兼日益紧张的矛盾 不少有条件的年轻人 会选择支付金钱 绕开纷针解决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或许是当前摆在他们面前的最佳解方 毕竟这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让步 能以最低成本与代价 缓和被父母催婚的家庭紧张关系 进而让他们有余裕 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目标之上 放眼世界 越南的租赁情人现象 早已不是新鲜事 早在本世纪初的中国 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功 加上此前少子化政策的影响 家庭内部的世代冲突 就曾席卷这个国家 而租女友回家过年 就曾是这个国家的民间现实 在2010年代初期 不少外媒都曾专闻讨论过 青年期间 中国出现的租友抗逼婚案例 对广大单身群众来说 回老家过年 来自父母与街坊亲戚的压力 使他们无法承受之重 也因此广泛存在的需求 直接促成新兴行业 自此租赁情人大行其道 总结来说 越南经历多船的命运 如今终于追上中国的背影 世代间的剧烈摩擦 传统思维伴随的压力 创造出租赁情人的需求 朋友们如何看待这种选择 下方留下你们的意见 好了 这集的穷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社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